在香港4名被控殺害28歲毛特兒 蔡天鋒的被告在星期一早上出庭應訊 此前 香港警方在郊外一棟村屋裡 發現了蔡天鋒部分被肢解的屍體 當局在星期日表示 3名嫌疑人包括蔡天鋒的前夫鄺廣志 他的包卿鄺廣傑和他們的父親鄺球 他們被控殺害蔡天鋒的罪名 蔡天鋒的前嫁姑李瑞香 面臨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 受害人失蹤多日後 警方在冰箱裡發現了一名婦女的斷腳 以及蔡天鋒的身份證 信用卡和房屋當中的其他物品 調查人員證實 在香港大埔龍美村一棟三層樓房裡的 兩個大的湯鍋當中 其中一個裡發現了一個人頭和肋骨 據信蔡天鋒就在當地被屠殺 死者蔡天鋒最近曾登上時尚雜誌 巴黎時鐘公佈摩納哥版的數字封面板上 蔡天鋒在上星期二失蹤後被殺的消息 一直佔據香港每日報章的版面 負責調查這宗案件的香港警司鍾瓦倫說 蔡天鋒與前夫和她的家人之間 涉及幾千萬港元的財務糾紛 並且指有人對蔡天鋒處理財務資產的方式 是感到不滿